贾静雯的前婆婆骂她生不出来儿子,但现在的儿媳妇六年还不生孩子。 说到贾静雯大家都知道吧,她的第一段婚姻是很失败的。 她的下课都是啪啪打她恋了。 其实当时贾静雯还很年轻,长得非常的漂亮,颜值很高了,而且当时贾静雯的事业是巅峰的时候,在这个时候却选择嫁给了孙志浩,孙志浩的长相就不怎么样,关键后来才知道人品是更加的渣。 当时很多的人也是说贾静雯嫁给她简直是太不值得了。 大家一开始以为这下贾静雯嫁进来豪门了,以后的生活肯定是衣食无忧的。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,贾静雯结婚之后在婆家的生活是很惨的,主要是因为她的婆婆,在一开始的时候婆婆就坚决不同意儿子和贾静雯结婚。 因为贾静雯的学历很低,而且还是娱乐明星,所以婆婆觉得根本就没有资格嫁进他们家,所以在结婚之后也是百般的刁难。 在结婚之后,贾静雯就怀孕了,但是必须要先验DNA才可以进门,怀疑孩子不是她家的这样的做法简直就是侮辱,进门之后的生活更难,财政大全都是掌握在婆婆手中的,而且丈夫仅仅是一个听话的妈宝男。 后来两个人还是离婚了,当时为了夺得孩子的抚养权贾静雯也是备受折磨,好在现在嫁给了修杰凯很幸福了。